咱们接着聊回雷老的这个从艺之路 刚说了开始这个小学的时候 开始接触到舞台了 能上台演点戏了 后来考到这个 高中的时候老师说 你一定要考戏剧学 不要考电视学 我说老师 为什么我不能考电视学 你这模样不行 电视学院都是双一面大眼睛 你又丑又难看 你只能考戏剧学 但是穿的不要花里胡哨的 什么连衣裙的 什么西服 我不要穿这个 要穿上普通的 平常你穿什么 你就穿什么 这样你最突出 他那个是感觉很突出 其实不突出 这是技巧啊 这真是 咱不懂啊 陈老师的 报名也是 电视学院先考 我报名 我是第一志愿戏剧学院 老师 你在我们电视学院报名 你第一志愿戏剧学院 你什么意思 不是 不是老师 我们学校的老师 让我这么报道 你也就识老师 就说实话 行行行 那考上 老师说了 电视学院你必须要考 为什么要考呢 电视学院先考 积累了经验以后 你再考戏剧学院 只能考上 这一考 果然考上 考上了 那老师说您丑 单眼皮什么之类的 那时候不是一般的丑啊 很丑那时候 现在老了好点了 那时候可真丑啊 班上最丑的就是我 那您心里没 你觉得难过呀 老师这么说 我不难过 我化妆的时候 化妆师 第一课 你班最丑的哪个 不 我叫上去了 我给你画一个肉没有 肉有多漂亮啊 好 老师画 画得真漂亮啊 下了课了都不戴卸妆的 坐那秋天就打 卸妆了下课了 不行 我不舍不得卸 画得太漂亮了 那老师真好 那当年您考这个系续学院 家里支持吗 父母支持 你别提了 当年我是宝宋 惠文中学 一回家 老爸急了 上惠文中学 两袋洋面学费 知道吗 你考 北京市二中 那是不要钱 而且给助学金 你要向惠文 私立 中学 得交学费 我马上我就 听老爸的话 马上我就坐车 回到了北京 当时我记得印象非常深 六中 长安街的把头那个 六中报名 你一个人三个志愿 你报什么 我也不知道 那时候根本没想 还三个志愿 那我就报二十四六吧 二十四六 二十六考上二中了 第一志愿 二中 所以我在二中 念了六年 所以我就有一句话 父母养育我成人 母校培养我成才 我要美为惠文一小 没有北京二中 没有中系 我不可能有今天 对 那您这个当年 考上这个中央系续学院了 告诉父母 父母当时是有什么反应 那又是 坐火车回家了 考上中央系续学院了 高兴啊 老爸一听 去 清华北大你不上 你知道现在学会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你考那个 那个什么 什么上系的 上现在上台 你知道吗 我当然上台了 你上台就不行 我说爸 你不知道 考系续学院不容易 几十人上百人 娶一个你知道吗 一说这话 老爸傻了 黑场难考 都想考系续学院 是吗 那你说 你这毕业以后干什么 毕业后演话剧啊 当然演话剧 好好好 演话剧好 所以毕业以后 在天津一工演出 请老爸老妈看戏 看完戏 我会说 我说领导 我请假 我回家 我必须回家 我听到我老爸老妈的意见 在汇报演出呢 我就 其实说回家了 一见门 怎么样 以后买的最好的票 他们当家看 老爸说 嗯 挺好 挺好 别问你妈啊 你妈睡着了 啊 这么好的戏 我妈睡着了 你妈睡着了 那那那 我问问 妈 我说你是睡着了吗 没有啊 就打了个抖 你们不敲楼 踏骨又不拉呼吸 什么意思 打了个抖 我说 上面演出 你都没看清楚 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你穿那大褂 是你爹的吗 哦 那大褂 还真是我爹的 哦 所以我妈说 你那个大褂 是你爹的吗 我说 他还眼睛真好看了 是 我看着不像个好人 我也能坏人 对 我就乐 我爸爸也乐 我妈也乐 哎呀 可是我没想到 嗯 陪着老爸老妈都睡觉 嗯 都掉眼泪了 嗯 哎呀 总算跟老爸老妈 嗯 汇报了一次嘛 对对对 是不是 对 也挺高兴 挺高兴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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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